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敌人后方重要目标进行战略空袭的轰炸机 变成了像变形金刚一样 可以随时变身的大型空中试验飞行平台 我国先后在图四战略轰炸机的基础上 改装出一系列先进的特种飞机 其中包括我国最早的空中预警机空警一号 那么图四战略轰炸机为何具备如此强的变形能力 我国在图四的基础上先后进行过哪些出人意料的改型 图四战略轰炸机在我国的服役历史中 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2015年9月3日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 空警2000带领八架歼10战机 拉出长达9.1公里的彩烟飞过天安门上空 随后空警200和空警500也相继出现在阅兵式现场 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的三种固定一预警机悉数亮相 引起了媒体高度的关注 实际上在我国空军的装备序列中 曾经还出现过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预警机 它就是我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空警一号 空警一号的布局与现代预警机基本类似 在机身中后部上方安装一台可360度旋转的雷达天线罩 该雷达天线罩直径超过7米 里面搭载一台843型预警雷达 可以探测300公里之外的轰炸机 或者120公里之外的战斗机 并引导机群对目标进行完结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 空警一号采用了我国从苏联进口的图四战略轰炸机 作为空中飞行平台 具有航程远续航时间长的特点 不过虽然图四的飞行性能十分优秀 但是当时世界各国在轰炸机的基础上 改装预警机的力量却并不多 美国航母舰载预警机E-2 是在CR挥狗运输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成的 而E-3的飞行平台更是大名鼎鼎的波音707可机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 我们国家就研制了空警一号预警机 而它的平台是从苏联引进的图四战略轰炸机 那么在当时那个年代 为什么我们国家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飞行平台 当时说选择太奢侈 因为没得可选 只有这么一个大型平台适合做 而且它的航程 制空时间 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基本要素 适宜做预警机的平台 如果选择其他作战飞机根本不可能 另外从空间 特别内部空间来看 它也符合 因为当时这种电子设备很落后 特别是70年代 必须用大空间 浪费奢侈的空间 去把这种巨型的恐龙般的电子设备安装 所以当时这种所谓细部的一些零部件的尺寸 也限制了你的选择 用小的肯定不行 必须用大的 越大越好 而且越大你承载的这种核心设备越多 在空中完成这种任务的可能性才越大 因为我们说预警机 它必须要搭载一个巨大的天线 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像个摩托状态 这么大一个天线 如果搭载飞机上 小飞机肯定不行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 中国只能从苏联引进或者是购买这样的飞机 那么其他的飞机都没有这么大的运力 比如说多二就是土两型的这种也是轰炸机 但是比它小的多 续航能力要短的多 你看你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就是作为一个平台来搭载这样的天线 所以你只能使用这样一款战略轰炸机来作为它的平台 在当时的情况下 就是电子设备都是用的很大的电子管 现在我们可能连晶体管都不用了 都集成电路了 那个时候都是很大的电子管 功率很大 需要很多的空间来容纳这些的设备 所以只有把战略轰炸机改成容纳 就是这些电子设备的空间 才能够继续研发这样一款预警机 这是唯一而不是之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能说这种选择还是正确的 因为其他的选择不可能搭载这么大的平台 就是雷达和它的这种相关的设备了 所以说空警一号在图四的基础上进行研制 更多的是迫于无奈 也正是因为如此 空警一号很快就被下马了 接下来通过短片我们去了解一下 1971年6月10日 空警一号开始了首次试飞 然而还在起飞阶段 飞机就开始跑偏 飞行员极力控制飞机 才使得它沿着跑道中线 像纽阳哥一样的滑跑起飞 升空之后 空警一号也有偏航滚转的趋势 以至于飞行员在数小时的飞行过程中 不得不时刻用力登陆 不仅如此 由于位于垂尾前方的雷达天线罩厚度达到两米 在飞行中引起气流违乱 进行了几百小时的飞行测试 中高空模拟目标是呼六轰转机 在海上低空目标则以N24运输机进行通议 经过测试发现 空警一号对呼六的探测距离 能够达到300到350公里 对海上低空飞行的N24飞机探测距离 也可以达到250公里 与此同时 从1978年11月20日 至1979年1月18日两个月的时间内 空警一号还针对海上舰船目标 进行了多次雷达试验 取得了大量宝贵的数据 然而 就在空警一号多项试验顺利推进的时候 1979年7月 我国却突然宣布停止该机的停滞 其使用的飞行平台图4 也被拆除了预警设备 重新恢复于空障 董平当中提到了 其实空警一号 已经实现了原型机的多次试飞了 但最终还是下马了 是不是最终受到了吐死的拖累 这个平台 它虽然从空间上能够满足要求 但是其他方面跟预警机 这个基本要素恐怕不相匹配 当轰炸机可以 因为它是个炸弹卡车 它能携带很多炸弹 对目标进行攻击 所以预警机 它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要求 不光是你能拉得很多 关键是能在预定的区域 进行长时间的巡航 另外你的核心电子设备 也能够前瞻到未来一段时间 如果只满足当时的需要 这个肯定不行 我想这款飞机在改造过程中 恐怕内部的结构都是定死的 比如几个房间就那么多 你要想凭借当时我们的改造能力 要想打破它的格局 这个很难 如果按照原来的格局 去进行这种加改装 受到很多限制 再加上这种平台 根本就不是你造的 今后如果我不是一架 我需要十架 甚至更多怎么办 有可能后继的这些平台 就会就此中断 所以把它当成预警机 只能是一个实验而已 总之空警一号的下马 确实给我们带来些许遗憾 但是曹老师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 这个空警一号坚持下来的话 对我们国家空军来讲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只能作为一种假设 中国研制预警机的道路是非常坎坷的 因为中间就是首先是空警一号 这种中间的下马 在后来即使上马以后 我们也想过从国外引进这种先进装备的可能性 但是由于其他国家中途撕毁了合同 使我们就是想从国外引进的这种设想没有达到目的 人家宁可赔你钱赔你巨款 我也不能把这种预警机的雷达卖给你 就费尔康这种雷达不卖给你 最后是国家撕毁了合同 那么我们在试验的过程中 也发生过击毁人亡的这种事故 使我们的研制过程大大的打了折扣 或者是拖延了时间 这个也是一种教训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 就是假设我们当时能够把空警一号 研制下去 那么其实这个道路仍然非常不平坦 它还有很多的瓶颈问题会卡在你研制的道路上 比如说这种就是单金龟的提炼 包括你的这种小型化 包括一系列的就是这些传输的问题 发现的问题 所以可能会给我们国家的预警机 就是实现装备空军 或者是装备我们的部队提前一些年头 或者是说装备的数量更多一些 但是它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平坦 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是研制下来 我们的预警机就可以提前十几年 甚至于几十年服役到部队 实际上也是不太现实的 空警一号匆匆下马 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不过除了改装预警机之外 在同一时期 图四还在我国肩负着另外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图四是苏联在美国B29的基础上仿制而成的战略轰炸机 该机采用四台ASH-73TK发动机 单台功率1790千瓦 虽然比B29采用的单台功率1656千瓦的R-3350-79活载发动机性能有所提升 但是相比其巨大的机身仍然存在功率不足的严重问题 因此我国在引进图四战略轰炸机之后 将其动力系统更换为运巴运输机所采用的涡甲6发动机 除此之外 我国还为图四战略轰炸机进行了一项可谓是改头换面的外科手术 当时我国已经在缴获的美制火风无人机的基础上 仿制成功了无真武无人侦察机 该机最大投放重量1.7吨 安装有当时最为先进的无线电和光学侦察设备 并有在当时堪称最尖端的自主导航和自动驾驶系统 但是由于这种无人机航程有限 因此在执行任务时 往往需要由运输机或者轰炸机 携带到敌方火力范围之外进行发射 为此 我国很快就开始了对图四的改装工作 但两侧机翼下方各携带一架无真武无人侦察机 可对敌方地面目标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 我们说现代的无人机一般也都是从地面发射或者是起飞的 但是在几十年前 我们国家就实现了无真武用图四搭载进行空中发射 那么当时我们国家做这样的一个测试究竟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扩展侦察范围的一种需要 因为无人机如果从本土起飞或者是固定机的起飞 有它航程相对有限 那个时候的无人机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叫中长航时动不动30个小时40个小时不下来 但当时它的续航时间也很短 侦察的范围也很小 必须进行接力投放 你比如说图四如果带着两架小无人机 这样图四的航程就相当于无人机的航程 如果到了侦察区域把无人机再放上去 这样就可以把两个飞行平台航程进行累积 这样无人机的作用就会大幅的推高 如果按照以前这种无人机的航程 如果可能我从固定的机地起飞 无人机还没有飞到这个要侦察的区域 它的航程就已经全部被消耗完毕 到这已经没油了 如果去看目标什么都看不到 如果有站在巨人肩膀上去看 这有可能看的会更远 因为这种情况不光中国在用 美国也在用 你像越战 它也把这种无人机 网络当中的著名的火风无人机 你放在C130或者其他轰炸机和运输机的机翼下面 把它带到这个战区上空再去释放 释放之后 它看到的这个纵身 看到的目标 观察到的范围是你最想看的 另外如果我们计算一下的话 这个无真五最大的投放重量 可以达掉1.7吨 那么携带两个侦察机 对于图四来讲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图四是战略轰炸机 它如果不执行这种投放无人机的任务的时候 它主要是挂弹 而且是挂航弹 那么它的一般的载重量 可以达到挂三吨的航弹 那么如果多一些 甚至于是六吨到九吨 所以它首先这个载弹量就非常大 那么当它不载弹的时候 换成其他任务的时候 也就是换成其他的重量 比如无人机 那么它可以挂载两架 就是3.4吨 这样是跟它的投弹量是相等的 而你其他的这种飞机 比如说图二型的这种轰炸机 或者其他的这种运输机 都达不到它这样的要求 而它就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 所以它投放这种无人机 就有了这种先决的 比其他飞机要优越的条件 所以它搭载两架 就是正好形成一种平衡 并且利用它的这种航程远 挂弹量多 飞行高度比较稳定 这些特征或者是说特点 来执行这样的搭载无人机的任务 所以在当时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所以我们说 无论是改装成预警机 还是作为无人机的母机 应该说图四都表现得津津业 而且非常的出色 而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项更加出人意料的本领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1960年12月19日夜间 一架美制P2V电子侦察机 突然出现在我国北方城市张家口的上空 该机从东南沿海地区长驱直路 航程上千公里 正当飞行员得意的调转机头 准备访航的时候 在它的后方 一架体型庞大的图四战略轰炸机 已经将它紧紧的锁定在机炮瞄准峻 图四大战美制侦察机 科船战斗机的战略轰炸机 能否将来犯之敌轻易击录 当它去拦截对方的这种P2V侦察机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P2V的速度和它的速度基本相等 那么你怎么去追赶一个 和自己速度相等的飞机 补充轰炸低空投弹 命中率高达80% 图四的精彩表现 是否真的堪比精确致力的炸弹 突然抓上这个火炮 推着中小口径火炮 去攻击对方的地面目标 这个用性还恐怕不太合实行 严格说 就要用大炮打文字 图四战略轰炸机 到底还有怎样出人意料的变形武器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图四搭带预警雷达 空警一号神秘是非 战略轰炸机改装的预警机 能否堪当大任 如果空间太小 真装不下 必须用大空间 浪费奢侈的空间 去把这种巨型的恐龙版的电子设备安装 空警一号停止试飞 图四遗憾退役 中国首款预警机 匆匆下马的真正原因 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试验的过程中 也发生过击毁人亡的这种事故 使我们的这个研制过程 大大的打了折扣 或者是拖延了时间 战略轰炸机变身侦察能手 搭载无人机空中发射 图四神秘改装 是否开启了无人机母机的先河 这种情况 不光中国在用美国也在用 你像越战 它也把这种无人机 网络当中的著名的火风无人机 你放在C130 或者其他轰炸机和运售机的机翼下边 我国曾经装备的老业轰炸机图示 是否真的具备从未公开的变形能力 沙场推出 堪比变形金刚的中国轰炸机正在播出 战斗机和轰炸机是军用飞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 一般来说战斗机飞行速度快 机动灵活 但是体型很小 而轰炸机航程远 载弹量大 但是却十分的笨拙 因此 要想让轰炸机去兼顾战斗机的使命 那肯定行不通 不过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我国在引进图四战略轰炸机之后 却一度将它打造成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战斗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开 1960年12月19日 一架每支PRV电子侦察机 从东南沿海地区进入我国领域 航程上千公里 抵达北方城市张家口上空 我国空军先后起飞了三批图四战略轰炸机 对其进行轮解 此时 这三批图四已经全部经过改装 安装了被称为古的轰炸秒准雷达 这种雷达的探测距离达到一百公里 可以做60度的左右探视 也能做360度的全景 主要用于1228轰炸机 安装在飞机前下方 在改装图四战略轰炸机时 基础人员将古雷达安装在飞机背部的前炮图上 由于这种雷达 需要与光学瞄准距交流 为保证光学瞄准距夜间作战 图四的前舱还安装了强光探照灯 和红外对空瞄准距 这种强光探照灯 不但能够360度旋转 而且还可以直射近千米内的路边 甚至使得对方飞行员 也不得不承认在此种照射方法下 不可能顺利执行其侦查任务 而图四的红外瞄准距 则能够在三公里之外 发现P2V侦查机这样的中型目标 而图四宽大的炸弹舱 则被用于改装成空中指挥所 把雷达外接显示器接近舱中 并在舱内安放图桌和布置通信线 用于接受地面空情 和协调图四飞机上各炮位的作战 改装后的图四 简直就是一艘巨大的空中巡洋舰 集体上装有五个双联装23毫米航炮的旋转炮塔 火力十分强大 即便是当时最先进的F86战斗机 也不是它的对手 由于图四体型巨大 安装有基载雷达 因此几乎不太需要地面雷达的引导 自己很快就可以找到目标 而P2V侦查机 则几乎无法摆脱这种巨型战机的打射 不过当时的装备实在太差 其中从外瞄准距的误差几乎达到准处 并且有很重的余晖 在几个P4的开火追击中 依旧没有给P2V侦查机造成致命伤 虽然图四对它缠斗射击长达35分钟之后 强大的火力逼得P2V机组差一点气息跳伞 但最后P2V侦查机还是逃之有妖 我们说图四改装成预警机或者是无人机母机 这个可以理解 这发挥了它体型大的特点 但是我们看到图四竟然客串起了截击机或者是战斗机的角色 这个怎么去理解 因为它战能量比较大 包括内部空间比较大 它可以加装更多的武器 你比如说现在如果是投掷非制导炸弹 最多可以装到9吨 但如果我在舱门加装一些武器 比如说中口径的火炮完全可以在舱门进行设计 特别在低空 如果地面的目标防空能力不是太强 而且对轰炸机像尖击机这类目标没有太好的反制能力 它就有了用武之地 如果它使用这种武器对地面目标射击 地面目标反而没有对它构成损失的能力 这样就很安全 你比如说它要装炮 下面用枪打它 射高不一样 它只能够在对方枪的射程范围内对目标进行攻击 所以有了天然的优势 当然它取决于目标的性质 如果是对防空火力很严的 现代防空体系进行突防 或者是对地面目标进行压制 那有可能凶多吉少 但当时这种情况下 在低强度低烈度的作战环境中 对防空能力不强的对手进行打击 这个显然是成为它的当时的一个优势 所以当时这种使用 它是选准的最恰当的一个窗口 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它的运气不错 我们说图4最开始采用的是探照灯战术 没有办法对敌方产生直接的杀伤效果 后来采用的是机炮进行拦截 但是也没有办法给对方造成致命伤 那么曹老师在您看来 图4算是一款比较称职的解机机吗 不是的 因为在当时的时候 美制的P2V型的侦察机 对我们大陆进行这种侦察和吸扰 那么它利用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的这种飞机可以有夜市的装备 也就是它晚上过来的时候可以进行侦察 可以正常的起降飞行 而当时中国的飞机都不具有这种夜市的 或者是红外的这种装备 也就是你打夜战不行 它在晚上飞你看不到它 你抓不到目标怎么办呢 所以你刚才讲到的图4利用它的飞机大 挂上了探照灯去照对方去 但是当它去拦截对方的这种P2V侦察机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P2V的速度和它的速度基本上相等 那么你怎么去追赶一个和自己速度相等的飞机 你探照灯照到了它 你是用航炮去打它 而航炮可不像导弹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速度很快 可以不断的对它进行攻击 你可能对它攻击的次数只有一次 因为你一直是追着它 甚至于它可以把你甩得越来越远 而且对方的这种侦察机的灵活度 是比它这个战略轰炸机的灵活度要强的 所以它并不是在用自己的强处去跟对手的弱处去作战 而是利用了自己仅仅是能够挂载的东西比较多 我有这个探照灯去照着对方 然后再去打击对方 所以它拦截P2V的效果并不好 最后中国是怎么把P2V飞机打下来呢 它实际上是靠雷达发现了对方的飞机 然后在雷达的引导下两架尖机器起飞了 两架尖机器起飞之后 是在雷达的引导下 去来找这架就是P2V飞机的 本来是战略轰炸机的图四当起了截击机 确实有点力不从心 不过在当时那个条件下也是没有办法 这充分肯定了我们国家控军的这种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不过说起图四干起自己的老板孩 他也是毫不含糊 接下来通过短片我们去了解一下 1956年 我国某地发生毁途暴力 部分图四战略轰炸机奉命进入格尔木盐湖基地 参加平函作战 并为地面剿匪部队提供情报 因为该地区海拔太高 为了配合作战 图四战略轰炸机不得不经常越线穿梭在山谷中飞行 其中一架图四曾被判匪从山中射击重弹17发之后 仍能安然反航 而在随后的作战中 图四的表现可谓是十分惊勇 他拥有五个炮塔 十门23毫米机关炮 而且五个炮塔中的三个炮塔可以对地射击 他既可以由三个人分别射击 也可以由一个人遥控操纵三个炮塔 或两个炮塔同时对地面一个目标射击 再加上射击瞄准距可以自动修正误差 因此平凡作战中 判匪那些所谓的坚固攻势 极少能经得住如此猛烈的空中火力打击 图四是战略轰炸机 载弹量大字不别说 它的轰炸瞄准距在当时也是最先进度 由陀螺仪保持水平 并可自动瞄准跟踪目标和自动驾驶一并远 由轰炸员直接操纵飞机轰炸 1959年8月 在一次平凡作战中 图四的轰炸命中率竟达到80% 甚至超出了如今使用精确制导弹 美军JDAM炸弹的水平 而在1960年5月 一架图四战略轰炸机 在协助地面部队作战时 迎陆军要求 需要炸掉地面一个直径 只有2.3米的石头碉堡 而从一架每小时速度 几百千米的飞机上 击中这样一个小的目标 难度非常之大 但在机组成员的密切配合下 飞机从数千米高空 一直下降到几百米 随后精确瞄准采用四弹齐头 结果一弹直接命中碉堡 创造了轰炸机历史上的奇迹 其实相比刚才我们说到的 几个兼职工作而言 这一次图四终于是 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但是在精确制导时代来临之前 那么图四对于地面目标的 轰炸精确度 真的可以达到那么高吗 这个很难达到 因为我们说 当时的轰炸机 主要是靠数量 因为它是靠水平投弹 然后靠投弹的数量的多 来靠它的概率 去把地面的目标给炸毁 所以它的这种毁伤的概率 和现在我们讲的精确打击的毁伤概率 是相差的非常大的 那么在当时的时候 它为什么能够通过这种俯冲投弹 炸掉对方的目标 首先是对方的地堡 它没有很强的对空的打击能力 也就是说 你不存在高炮的火力 或者是导弹的火力 对我飞机的威胁 我飞机可以就降低高度 对你进行俯冲的轰炸 当它这种投弹的时候 也并不是像现在的导弹 一枚导弹 就可以按照GPS 或者是设定好的目标 精确的打到它 而是说 仍然投了四枚弹 只是这四枚弹 在一条直线上 就它俯冲的这条线上 投下去了 其中一枚 就是命中了目标 所以我们通过那次的战斗 可以看到图刺的基本的性能 作为一个战略轰炸机 它的飞行的稳定度和它载弹量 以及驾驶员和投弹员的这种配合 是非常密切的 非常好的 所以能形成非常精确的打击到 一个地面的几米的地堡 但是我们说用机炮对地面的目标实施打击 其实图刺又担当起了一个空中炮艇机的作用 那么应该说是开创了一个空中炮艇 新机型的先河 但是相关的研究 我们国家后来却停止了 这个咱们去理解 主要是在当时这种使用条件 是一种特殊的条件 像美国现在把A4-130 在阿富汗伊拉克到处乱用 因为它有制空权 所以当时的空军 第一不是对地 而是在空中要获取决资的空中优势 如果跟周边国家你去比 包括有的地区去比 你的间机水平并不是最好 而且外方在这个地区 如果有间机进入 我第一件任务是要把对方打掉 而不是要到外边去进行各种轰炸 所以当时这种所谓的政策 也限定了我们这种进攻能力的发展 因为我们突然发现 如果这个大平台去装上火炮 打对方的这种目标 你射程有限 威力有限 但是危险巨大 战略目标 执行战术任务 这个和之前的决策定位完全相反 所以从当时这个角度来看 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使用方式 但真要是成了一种普遍的使用方式 它的原来的属性会被大家遗忘 它可能是扔原子弹的 有可能是到对方的这种重要目标上空去扔炸弹的 但是突然装上火炮 特别是中小口径火炮 去攻击对方的地面目标 用起来恐怕不太合时宜 严格说就要来用大炮打蚊子 浪费这种战略目标的基本潜质 所以当时以制空为主 以这个内陆作战 那个基本选择的时候 它这种使用这个情况 就是一种小概率事件 或者是相对有限的一种使用方法和模式 虽然说图四单刀空中炮顶机 这样的一个角色有点昙花一现 但是刚才我们提到了 无论是兼职还是老本行 可谓图四干的是有声有色 那么说起图四和我们国家的不解之缘 还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说起 1949年12月6日 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个多月 毛泽东应斯大林的邀请 乘坐专列离开北京访问苏联 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外交旅程 在访苏期间 他不仅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 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还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那就是十二架图四战略工程 十二架图四孔雀东南飞 神秘的礼物 到底将给初创的中国空军带来怎样深刻的变化 夏林听说以后呢 非常生气 如果要求你一分不胜 或者是完全那个原样的复制 我不是让你创新 中国轰炸机进入喷气时代 初出茅庐的轰流 能否延续图四的变形能力 不可能用一款平台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既要当轰炸机 又要当截击机 甚而至于 还要当投放无人机的平台 我国下一代轰炸机 真的会是隐身版的图四吗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图四搭带预警雷达 空警一号神秘是非 战略轰炸机改装的预警机能否堪当大任 如果空间太小真装不下 必须用大空间浪费奢侈的空间 去把这种巨型的恐龙般的电子车被安装 空警一号停止是非 图四遗憾退役 中国首款预警机匆匆下马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试验的过程中 也发生过击毁人亡的这种事故 使我们的这个研制过程 大大的打了折扣或者是拖延了时间 战略轰炸机变身侦察能手 搭载无人机空中发射 图四神秘改装 是否开启了无人机母机的先河 这种情况不光中国在用 美国也在用 你像越战 他也把这种无人机 你放在C130或者其他轰炸机和运输机的机翼下边 我国曾经装备的老业轰炸机图四 是否真的具备从未公开的变形能力 沙场推出 堪比变形金刚的中国轰炸机正在播出 1949年底 毛泽东主席访苏联时 斯大林答应将12架图四战略轰炸机作为礼物 赠送给新中国政府 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要知道两年前的1947年8月3号 图四轰炸机才在苏联航空局公开露面 而此时苏联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也刚刚装备这种战略轰炸机不久 因此在当时而言 图四轰炸机可以算得上和现在的B-2一样先进的战略武器 那么它的到来 到底会给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国空军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1949年12月6日 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个多月 毛泽东应斯大林邀请乘坐专列离开北京访问苏联 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外交旅程 在访苏期间 他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领域 那就是12架图四战略轰炸机 几年之后 1953年10月 12架图四战略轰炸机在苏方机组人员驾驶下 从俄罗斯后备加尔军区的吉达机程起飞 直抵石家庄机场 移交给我国空军 最后 我国空军专门组建了一支神秘的部队 负责驾驶图四战略轰炸机 在1954年10月1日 建国五周年的阅兵式上 图四战略轰炸机和两架米格15战斗机一起 飞过天安门扇风 正式开始了它在我国的别阳生涯 并一直服役到1988年 不过 从1953年到1988年30多年期间 我国装备的图四战略轰炸机 也仅有这12架 在这12架图四战略轰炸机中 负责执行轰炸任务的只有9架 剩下3架 一架改为空军一号预警机 一架改为无真武无人机母机 而最后一架图四的最终去向 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密 虽然说从目前的眼光来看 图四已经非常老旧了 但是它仍旧是我们国家体型最大的轰炸机 并且是一款名副其实的战略轰炸机 但是我们国家为什么没有仿制 并且大量的装备图四呢 因为图四它要是追根溯源 它是仿的美国的B-29型的轰炸机 那么B-29型的轰炸机是在二战的时候 大型的战略轰炸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到了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中国那时候还无法建造自己的这种战机 那么就从苏联引进了 或者是购买了相关的这种战机 图四应该说在我们的空军的 无论是防空作战 还是这种国土防空的作战中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并且为我们今后研制新型的这种轰炸机 也奠定了基础 但是就这款战机而言 它随着时间的推移 首先它的速度就不行 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研制了轰五轰六型的这种轰炸机 速度都比它快的多 这个是它的一个弱点 再有一个就是作为一款轰炸机 那么你的载弹量要相当的大 那么作为图四 它载弹量应该说是在当时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在新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能够叫在飞机的记忆底下挂载这种挂架 发射巡航导弹 这种新型的武器装备 它就不具备这种条件了 所以应该说它的这种技术上的落后 导致了我们不可能去大量的仿制和研发 这种图四型的轰炸机 但我们应该说图四还是发挥了它在当时的历史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不可能再去用那款老的飞机 来为我们现在和今后的作战服务了 那如果我们单从仿制的角度来说 在当时那个条件下 我们国家仿制图四的话 有没有不可预业的难度 当时难度很大 因为作为这架飞机的原型机B29 在俄罗斯降落以后 斯大林当时也有个决定 因为当时俄罗斯的工程技术人员 说这架飞机太破 我可以改进 我可以在一架飞机上改进几千处 斯大林听说以后非常生气 说我要求你一分不胜 或者是完全原样的复制 我不是让你创新 因为之所以要进行所谓的仿制 特别是按照俄罗斯这个仿制 它是想提高它的航空生产制造能力 并不是要提高你的打击能力 所以它很多像它的形材使用 另外还有一些刻度使用 完全是英制 它不是俄制 所以俄罗斯为了仿制这架飞机 费老大的劲 首先把你计量单位 要从以前的这种工制换成英制 在当时我们用的还是工制 如果按照俄罗斯做法 去按照英制的去推翻 或者推倒重来 难度极高 而且这种实验 俄罗斯已经做过了 我们再做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而且二战刚结束的时候 没结束的时候 俄罗斯认为这玩意就落后了 如果你再接受几十年之后再仿制 那新一轮落后 或者要更落后 所以在那种条件下 你可以仿 但是仿出来没有任何意义 再加上仿制难度又很高 干脆不仿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我们国家之所以没有批量的浮于图次 也是因为我们国家有了更加先进的轰炸机 也就是轰6 而且毫不夸张的说 轰6就是新一代的图次 因为它继承了图次强大的变形能力 在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市场 一种全新的轰炸机 以三个三级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 它就是我国最新研制的轰6K战略轰炸机 而在轰6K编队飞过之后 天安门上空又飞来了两个三级编队 它们分别有一架轰油6和两架歼10战斗机组成 轰6K和轰油6都是我国在轰6轰炸机的基础上 研制的新一代军用飞机 其中轰6K可挂在六枚远程巡航导弹 对数千公里之外的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而轰油6则可携带上万升航空燃油 可为我国第二代和第三代战机进行空中加油 大大增加我国战机的航程和作战半径 可谓是我国空军战斗机的倍增期 实际上除了轰6K和轰油6之外 我国还在轰6的基础上 研制了一系列变形的特种飞机 其中包括086号空中发动机实验平台 神龙超高音速飞行器的搭载平台 我们说和图4一样 以图16为基础 仿制出来的轰6也有很多让人吃惊的变形机种 但是我们发现在改装预警机这一块 轰6却丝毫没有动静 这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核心器件或者是技术难度太高 不是我们不想要 是我们要不来 因为在当时预警机它算一种高大上的作战平台 而且很多国家把它当成最核心的技术保密 你即使关于再好什么都卖 但是我这个不卖 如果你有了这种所谓作战能力的被动器 那么你整个空军进攻形态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以前是防 如果有了预警机 可以在大范围内指挥空中平台作战 这样从防向攻 那就是一张窗户纸的距离 所以从这一款来看 它基本核心设施技术如果没有办法突破 你很难实现变身 另外从整个预警机的基本作战使用看 它在当时中国空军恐怕意识的这种程度 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国土防空 我们就是一模三分地 只要守住了就完成作战任务 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空军建设目标 已经从以前这种所谓的国土防空 已经变成了攻防兼备 而且空天一体 那么它所提供的作战空间和作战需求 比以前要大的多 没有预警机要想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 哪一句话都答不成 所以现在对它的需求更加迫切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 在预警机上还是个短板 那么会拖累整个空军综合作战能力的发展和进步 所以尽管我们有了洪流 但当时由于你的认识不到位 再加上技术上没有国外先进 受到国外的封锁 所以轰炸机就是那架轰炸机 没有变成预警机 变成加油机 但是加油机只能打60分 如果能变成预警机 这样的分数有可能更高一些 所以不是不想要 而是要不来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的 在当时那个年代下 尽管图思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但确实是唯一的选择 而且确实为我们国家的空军创造了很多回煌 那么曹老师在您看来 轰溜能否延续这个回煌呢 我们说在现在新的这种条件下 科技水平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任何一款就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平台 它会很快的被淘汰掉 比如说美国的这种F117这种的隐形的战机 现在已经被淘汰掉了 而其他国家的隐形的战机并没有服役 无论是俄罗斯的特务林还是中国的G2 还没有服役的 但是这种装备已经被淘汰掉了 再有一点我们空军的武器装备现在也是要向体系化发展 不可能用一款平台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既要当轰炸机又要当截击机 甚而至于还要当投放无人机的平台 那么给一款武器装备这么多的任务 实际上它很难完成在现代战争中这样的重任 因为我们看如果轰溜现在已经给它担负了轰溜K 就是轰炸机的责任 再有一个就轰游6把它当作加油机也还可以使用 但是把它作为预警机就不行 所以我们必须发展新型的技术 发展新型的战机 而不能盯着一款老式的战机 把它就是不断的改造升级改造升级 实际上它很难承担这么重的任务 在我国轰炸机的发展历史中 图四是极为特殊的一案 它的服役数量非常稀少 服役过程中也一直处于高度机密当中 导致人们对它知之甚少 但正是由于它的出现 才使得我国在那个十分艰难的时代 具备了探索空中预警机和无人机母机 等高科技战机的监视基础 图四在我国服役的历史不会被忘记 它强大的变形能力 也正在被新一代轰炸机继承和发扬 美国媒体爆出惊天消息 老式战略舰有望改头换面 略显奇葩的军舰改造计划 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无中生有 战舰改造计划屡遭嫌弃 已经被美国放弃的另类战舰 为何在大洋的另一端绽放光彩 直升级母舰横空出世 苏联为何研制一款自降身价的 远洋武器 下期沙场敬请收看